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范书 范书是用来解释废陀经的 或者是森林书 森林书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名词 因为按照印度的传统 所有的有文化的人 他必须要去森林里面修行 森林里面修行的时候 你要学文化吗 你要学文字吗 你要学宗教理论吗 那你必须要到森林里面跟随着一位老师 所以叫森林书 后来又有奥义书 奥义书原名叫做Upanusha Upanusha的意思是坐在我旁边 意思是说你要学文化吗 你得坐在我旁边 我一句一句讲给你听 你一句一句把它记起来 不可以再告诉别人 所以叫做奥义书 叫做森林书 各位都知道在佛陀出世的时候 印度有很严重的种姓制度 现在也还一样的严重 为什么种姓制度 因为废陀经里面明白写明 最高级的人叫做婆罗门 因为他们是从大梵天的嘴巴里面流露出来的 其次的叫Raja 也就是王族 也就是差地利种姓 这些国王是从大梵天的双手流出来的 一般的老百姓则是从大梵天的腿流出来的 叫做肺色 最低级的人叫做Sotoro 也就是奴隶 奴隶则是从脚板里面流出来的 前面三种人有灵魂 Sotoro没有灵魂 前面三种人未来可以继续轮回 Sotoro此事结束之后就如同水泡破掉消失了 那么这是当时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有种姓制度 主要就是因为亚利安人 他是属于一个外来人种 他皮肤是白色的 以现在的DNA检验发现 亚利安人实际上是来自于 高加索山的白皮肤的人 一路南下到达伊朗 再从伊朗进入印度 原来住在印度的人叫做达罗匹图人 皮肤比较黑 所以亚利安人刚刚进去的时候 为了统治方便 就从宗教经典上面篡改 然后把人群设为四种 把被他们征服的这些黑皮肤的人 叫做Sotoro 后来随着领地越来越增大 还增加了比Sotoro更低级的人 叫做达利特 即使到今天 各位晓不晓得印度人口有多少人 在今年三月 印度正式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国 超过中国 13亿多人 今年三月 那么印度人呢 目前达利特的有两亿人 达利特加Sotoro 超过一半 五亿人 那么 然后呢 为了统治方便 于是设立了种姓制度 在佛经里面 各位常常会看到 形容这个人类 他的某一种人很高贵 他是属于金色皮肤 例如波斯尼王是金色皮肤 不是白的 不是黑的 他是金色 请问金色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波斯尼王是金色皮肤 因为他是混血儿嘛 白人黑人交配久了之后 混血儿就出来了 所以呢 有没有发现 平婆梭罗王看不起波斯尼王 平婆梭罗王认为 我们是高贵的亚利安种姓 波斯尼是后来才出现的 金色皮肤的 意思是说他的血统不够纯啦 那在习达多太子佛陀出世之前呢 整个印度的哲学的弘扬方式 或者这样讲 你在印度如果你想学这个语言 你想学哲学 你想成为有文化的人 你只有一条路 就是要去拜一个婆罗门的老师 那么他们教授方式是口授 口颂 我老师念给你听 你听着就把他背起来 然后呢 不可以告诉别人 我们后面还会再看 那为了保护婆罗门的专利 婆罗门是祭司 婆罗门的地位甚至在国王之上 那为要怎么样保护他们的专利呢 所以就设立了魔奴法典 里面规定 婆罗门呢 一出生就是天下之尊 他的血就是尊贵的 为什么 因为婆罗门可以保护 我们的废陀法库 那而且呢 明白规定 索陀罗是不准学习废陀的 索陀罗如果敢偷听废陀经 就用烧融化的习惯进他的耳朵 如果他嘴巴敢念废陀经文 就割掉他的舌头 如果他竟然把废陀经背起来 就腰斩杀了他 所以各位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今天哦 就是直到今天哦 就是说索陀罗接近印度教的寺庙 结果印度教寺庙里面 跑出来人把这个 疼狠打到遍体鳞伤 结果警察竟然不予受理 这样的消息非常的多 为什么 因为摩奴法库里面写清楚的 索陀罗没有资格来念我们废陀经 他还敢偷听 不杀了他算是不错的 所以连警察都装作装傻不受理 好 那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婆罗门所说的语言叫做泛语 叫做声明 所谓的泛语它是一种宗教的语言 它根本不是任何人的母语 也就是说即使是婆罗门要学泛语 他也得出门去拜一位老师慢慢的学 他妈妈教给他的也不是泛语 讲白了 泛语就是婆罗门独占的营生工具 各位有没有看过《三个傻瓜》电影 《三个傻瓜》里面那个女主角 培亚是不是有一次不小心要去结婚 结果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在生起一堆火 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俗人 在那边喃喃有词 然后带着他们绕着那个火载走 那个人就是婆罗门 你知道吗 当那个婆罗门在念经的时候 你猜猜看旁边人听不听懂 他在念什么 其实听不懂 他念的就是泛语 婆罗门有宗教的专利权 泛语则是他的工具 那么 所以在古时候的印度没有文字 或者说很少有文字 这是我们中国人很难想象的一件事 什么意思 因为印度人轻视文字 在古印度的文字用在什么地方 商业 工巧 比如说用来记账 或者阿拉伯数字 我们现在都说123456叫阿拉伯数字 其实不是 这个是印度人发明的 印度人很自豪说这个数字是他们发明的 传到阿拉伯 阿拉伯再传到欧洲 所以欧洲人就把它叫阿拉伯文字 那一方面是因为婆罗门严格的规定 所有的声音不可以形之于文字 这是我们吃饭的家伙 二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我们中国人比较难理解的 就是它是拼音文字 什么叫拼音文字 我们中文每一个字是不是都有每个字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拼音文字 请问大家 这是什么文 这是拼音文字 请问 那它代表的是什么 哪一个国家的文字 不可能吧 这是各位的母语 来 一些台语的资料 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的台语本来 台语流传了一两千年 请问台语有没有文字 有 这几十年我们很努力的编辑台语文字 也就是说一千多年来台语没有文字 但是现在决定要让它文字化 可是怎么文字化呢 于是就用罗马拼音来拼 这就是台语的文字 当你看到所谓台语文字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得把它念出来 我们还是得把它转成声音 我们是不是才能够明白里面的道理 所以对印度人而言 你反正你什么文字都不重要 你还是要转成声音 我才知道在讲什么 同样的罗马拼音 我可以拿来拼台语 我可以拿来拼阿美语 我可以拿来拼伊朗语 所以文字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文字后面所反映出来的那个声音 所以各位就可以理解了 佛教里面第一要学的叫做声明 是声明不是文字明是声明 那什么是印度的文字呢 主要有两个系列的文字 这个叫做婆罗米文字 它这个柱子就是在阿玉王当初立在 鹿野院撒纳什的柱子上面的文字 第一次去的时候你手还可以摸 现在去立了一个栏杆摸不到的 那这个是婆罗米文字 但是这个婆罗米文字本身没有意义 因为婆罗米文字 它可以拿来拼伊朗文 可以拿来拼埃及文 都是都可以用这个文字 都是用这样的 各位看到这个字 所以你还得把它转成声音以后 才知道它到底要念的是什么东西 另外在西北印度 还有一种雀柔文 卡罗斯蒂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文字 它又被叫做驴唇文 驴子的嘴巴 所以就像这样子 那我们中国人 其实很早以前就晓得印度的这种情况 最早在中国进行有系统化翻译的人 其中一位叫道安法师 他就有记载了 外国的僧人 即使是 也就是指印度包括中亚的佛教僧人 当他们要学法的时候要怎么学 得先拜一个老师 然后呢 众学生跪在老师的面前 口授 也就是老师念一句 你背一句 同师所授 一群学生 大家一起听 那么老师呢 念啊念啊念 大概念个十句二十句 停 那么后面呢 今天你就要把这十句二十句背起来 那可是背的时候 中间可能会有错乱 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错乱呢 在佛教里有一个好的传统 叫做复诵 复读 什么叫复诵 现在我们好像佛教已经很少有这个传统了 以前有复读 复读就是第二天的时候 昨天听老师讲话的师兄弟聚在一起 各自在把自己背起来的东西念一遍 彼此互相再来较量 为什么你的东西跟我有一个字差异 我们再来看看到底谁是对的 如果呢最后终于达成一致 好是该怎么样 如果有人说不对 我听的才是对的 那我们就要把他赶走 把他驱赶开来 他不是我们的人 生法无重也 也就是说你学法要一句一句的学 一个字都不能错 好 所以道安法是很早以前 我们中国人就晓得 印度人是这样子 好 接下来 那我们要讲 在佛出世以前的东西 了解了 那佛 记不记得世尊出世在印度的什么地方 加匹罗位称 可各位知道 加匹罗位是什么意思吗 他有用意的 一本又一本的经里面 不断的介绍 佛自己介绍加匹罗位的意思 加匹罗位的意思叫黄色仙人 也就是宿润派 记不记得六师外道 那些外道其中有一个宿润派 宿润派的祖师就住在卡匹罗位 然后在阿含经里面说到 世尊的前世就是宿润派的祖师 他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加匹罗位 在大圣的经典里面 好几本都讲到这个地方 是黄头仙人 黄法仙人住的地方 也就是世尊花了很多的时间告诉大家 我过去世是宿润派的祖师 然后今生是释迦牟尼 请问不禁让我们想到 世尊是不是常常讲他过去是怎么样怎么样 他曾经为一只鱼 他曾经为一只马 他曾经为鹿王等等等等 我先问各位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整体佛法 世尊过去坐鹿坐马的那些事情 算不算整体佛法的一部分 算不算 大家程度都这么好 直接破梗 算 如果不是因为世尊过去长时间 在仁天二圣累积的这些福报 他今生能够成佛吗 不行 他没有办法成佛 对不对 所以呢 整体佛法就是世尊亲自告诉我们的 他过去三大而生其节的努力 全部的一切都是他成佛的条件 少一点都不行 那么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所以呢 世尊讲了好几次黄头仙人的事情 讲了好几次卡比拉瓦的意思 的这个意思 代表世尊过去曾经做数论派的祖师 这一件事情是不是也是他成佛过程当中必要的一个经历 或者说他的福德之良的来源之一 那到底世尊小的时候是什么受教育的呢 其实他的本传本心里面都有写 可是很奇怪是我们大圣佛教好像很少人愿意去读这个部分 他的启蒙亲教师也是靖范王特别挑给他的老师 叫做Visma Vitra 玄勇 当然是差地利种姓 至少要跟世尊同一个种姓才能够教世尊 印度人很重视种姓的 然后呢 他传授给太子的是四费陀 费陀经跟五明之学 也就是世尊从小就接受标准婆罗门士的教育 除此之外 难道你要世尊 难道靖范王会要世尊去学记账吗 还是学什么数字吗 不会 那么在世尊的传记里面还提到他习六十四书 什么六十四书 就是说各地的语言他都会 六十四书列出来大概就是从印度一直到中亚 各国的语言 世尊都会 怎么学呢 唱阿字 唱伊字 唱利字 如果各位曾经学过梵文 或者曾经学过秘教里面的声明就知道 或者各位学过西班牙文 学西班牙文的时候是不是很重要 每天早上起床拿一杯水在那边 练发声 印度人也是 要学梵文 每天早上起来要唱歌 要练舌头 要不断地练那个舌头 就是在讲这个意思 那么这就是世尊小的时候 所受的教育 然后世尊看到了人间无常 所以决定离开家里 去找老师去求解脱之道 记不记得世尊 他有两位对他最重要的老师 乃至于世尊成佛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想要度这两位老师 结果一看 哇 两位老师都白白了 哪两位啊 阿罗罗迦兰 芋头兰佛 阿罗罗迦兰曾经传授世尊 无所有触定 芋头兰佛传授世尊 飞响飞飞响定 记不记得他们一传 世尊马上一练就会 可是一会就知道 这个东西不是涅槃 比如说他跟芋头兰佛学 所谓飞响飞飞响定 结果一学他就会 会了以后他只问芋头兰佛一句话 飞飞响定里面是有我还无我 结果芋头兰佛认住了 这个问题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所以世尊就离开了这两位老师 开始进入独修 因为世间最好的两位老师 他都已经学过了 这两位老师都不能给他答案 好 这两位老师都是树润派 黄头仙人的后裔的这个大使 那到今天呢 学术界里面很多的人都说 其实佛教就是从印度教 或者说就是从树润派里面演化出来的 这些教授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来 我们来看看 佛教说人的一切不过就是五音 离开色授想形式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树润派怎么说呢 他说呢 有五大地水火封空 有五根眼耳鼻舌身 五大跟五根交汇 就会出现色身相畏处 有了色身相畏处就能够表现在手脚 比如说手做的事情 脚做的事情 舌头做的事情 说话 男女跟的事或者大便小便的事 背后有一个心在控制 人家老师这怎么跟佛教很像 当然了 要不然人家为什么教授会说 佛教是从树润派里面发展出来的 那么或者呢 我们再来讲 记不记得 这个世尊离开了两位老师 世间再也没有他的老师 他就决定去行六年苦恨 各位 为什么世尊选择的是苦恨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六年苦恨之后 他告诉大家 苦恨不对 我用我亲自六年的苦恨 告诉你们 不对 这个苦恨并不能够成佛 要选中道才能成佛 为什么是苦恨 因为废陀经里面明白说了 要透过苦恨才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就 所以呢 或者有人还不信 不信的话我们再来讲 记不记得 他世尊出家以后 靖范王马上派出了五个侍者 去服侍世尊 也就是后来的吴比丘 所以世尊在苦恨的时候 吴比丘就跟在旁边 后来为什么 这五个人决定抛弃世尊 不再服侍世尊 因为他看到了 太子 竟然在倪廉禅河旁边 接受了牧养女 卤迷的供养 所以他们认为说 你抛弃了苦恨 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服侍你 你没有资格了 所以那五个人是不是就跑掉了 看到没有 苦恨 那在废陀经里面 讲到苦恨能够得一切 好 那么世尊成佛了 世尊成佛以后 他一生的法教 我们把他汇集为五十三教 在前面第二集的时候 郭老师已经详细的为各位说过 我们这边不再重复 我们今天用的是 这五十三教 我们用玄奘法师的角度来讲 玄奘法师说 五十三教 当然第一时是华言时 那个是从天界 讲到人间 那世尊一生的法教 叫做三转法轮 对不对 初转法轮 二转法轮 三转法轮 初转法轮讲的是二圣 小圣教 二转法轮讲的是 方等般若 三转法轮讲的是 为四种制 然后呢 那么玄奘法师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 玄奘法师说 第一 初转法轮 讲的是四圣地 十二因缘法 这个叫做转法轮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有一个法轮 本来法轮没有赚 当世尊开始出来说 四地十二因缘 这个法轮是不是就开始赚了 所以呢 叫转法轮之教 若不是世尊出世 这个法轮就没人来赚 二转法轮 则是秘译说 诸法本空 叫做造法轮 意思是说 当我们能够学到 二转法轮的时候 就会发现法轮本来就在赚 不是因为世尊出来 才有一个法轮在赚 也不是因为世尊没有出世 法轮就不赚 法轮本来就在赚 所以呢 学到二转法轮的时候 叫做造建法轮 我们能够真的看到 本来就有法轮在赚嘛 也就是这个 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呢 是秘译的 因为二转法轮是通教 是秘译的 有缘的人能够造建此法轮 各位有没有造建法轮 那么到了三转法轮的时候 则是显示 了意说 了意之说 然后说什么呢 说三性 对不对 缘成实性 这个依他其性 这些 然后呢 说不真如不空的道理 这个时候叫持法轮 法轮本来就在 能够学到三转法轮程度的地址 他不但发现法轮 自己本来法轮就在 而且呢 直持着这个法轮 什么直持法轮 记不记得 碾花微笑 对不对 各位以为大家社手上 拿的是一朵花吗 不是 他是在持法轮 好 接下来 那么当然 世尊所说的所有的法 虽然是五十三教 但这五十三教 全部都是同一个味道 都是牛乳的味道 只不过呢 随着鲜乳 然后把它拿去提炼 提炼成乳酪 乳酪呢 再提炼成生书 生书再提炼成熟书 熟书提炼到最后 就叫做最极致的醍醐味 但醍醐是不是也是从牛奶里面来的 乳酪是不是也是牛奶里面的 从来没有离开过牛奶 离开了牛奶也就不会有什么乳酪 不会有什么醍醐了 所以叫五十一味 那就是一佛圣 如来藏的味道 那所以呢 整体的佛法 好 回来我们的标题 什么叫整体的佛法 可以说是三圣佛法 更广泛的来说 一个人要成佛 所要经历的一切 都是属于成佛的资粮 因此呢 佛法可以说是三圣 但是如果把它前面该完成的 人天二圣的资粮也算进来 佛法就叫五圣佛法 所以在佛传法的时候呢 他五十三教传法 这是一点都没有错乱 无论是我现在是传 传比较难的或者比较简单的 统统都是一个牛乳的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